分手之后 千万要把前男友的地址删干净 今早突然从床上惊醒 今天是七夕节 今天我 什么事都没有 突然我收到一条快递短信 难道是有人送我礼物 不对啊 好像是我买的新手机到了 是我给闺蜜准备的惊喜送 OICE 我去叫醒闺蜜和我一起去拿她的礼物 9401295 什么940啊 名字是 黄艳燕的前女友 没有 没有 我又看了一下订单 发现我的默认地址是 前男友家 完了 先说她谈了一个新对象 她不会误以为我还对她恋恋不忘吧 那你干嘛 走啊 现在 七夕 许她家 没人啊 嗯 大晚上可能出去约会了 正在我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 闺蜜居然 走啦 走啦 准备动手 准备动手 动手 虽然随便景气不太好 但是毕竟东西就在门口 于是 卧槽 这个是华尔玫 哦 他这么多 他现在没骗我 就在我们刚准备出去的时候 突然听到门外 你没穿那坏呢 前男友的声音和另一个 男友的 起早放手的声音很大 让我俩放下了警惕 闺蜜终于憋不住的问我 对了 你为什么给我买那么多手机啊 哪了不你 只有这个是给你的 这是我联合转转平台给粉丝准备的惊喜 现在点击左下角转转APP 首页搜索八姐就有机会 一块八再走 华为美特的时 好羊毛的好机会 大家赶紧冲啊 介绍是搜索八姐才能 雷 千万不要在前男友面前装过得很好 今天我妈逼着我去乡亲了 哎 相亲的男友啥好货色呀 哦 这背影 我背是个帅子 hello 是你 居然是我前男友 前任见面 当然要让他知道我过得比他好 我来付钱吧 哎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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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这边有 呃 完了 他不会以为我是故意的吧 赶紧给手机充过电 接下来好好表现 我先开口打破了尴尬的气氛 呃 你怎么来的 我骑电动车过来 电停车 看来后我分开之后过得很惨啊 那你怎么来的呀 果然按照我的引导问出了问题 啊 不巧 我开车来的 其实是我在网上买的打火机 然后我们又聊到分手这几年在做什么 我告诉他我这几年都在国外深造 接着我向他展示了一下我的英文水准 啊我叫他服务员啊 Taxi 蛤 这下 是真的 玩犊子吗 我决定要逃离这个地方 一看时间才过了15分钟 诶 但是手机居然充满电了 120瓦的速度真快 我刚准备跑 前男友就抓住了我的手 真心爱你 该有 你这个手机 要好看吗 哦 原来是看上了我的手机 于是我给他说 这是新款的小米MIX4 有高科技评价摄像头 这边是一块完整的全面屏 背面是全陶瓷西深 温润如玉 看来这个颜色 取自宋代名词尽情词 就像我一样浑身散发着高级 嘿嘿 说完之后我就赶紧准备去付个钱溜 买下单吧 不用我们老板去 啊 老板 他是老板 我头也没回的就冲出了咖啡店 其实以前我们在一起还是挺美好的 要是能 哎呀 谁要回来 你没少演啊 要不我送你回家吧 啊 唉 活不动了 给老板过生日的时候 千万要小心啊 今天老板过生日 他叫大家去他家里亲身 可真过省钱的 正好下班的时候 我的快递也到了 就一起拿到了老板家里 刚坐下大家就开始送礼物 太可惜了 可是我的礼物还没到啊 马上就到我了怎么办 这样吧 我先说点好听的 呃 我那个礼物就特别适合老板娘用 然后也是个老板娘用 我给我礼物 哎 这个不是礼物啊 哎 老板你别 这五秒钟是我人生最漫长的五秒钟 我有一条街板的海岸 我一条街板的海岸 正在我脚趾挖别墅的时候 有人窗门打破了尴尬 太好了 真正的礼物到了 简直救我老命啊 于是我把这个小仙盾 仙盾燕窝送给了老板 老板这个可好了 里面没有任何评价地方 这期才15天 我好多朋友都在吃 老板你快抢上 好 这个我知道嘛 他一直都在吃的 都是下半天盾的嘛 没想到礼物是小仙盾 范里有心啊 然后没想到老板 居然给了我们女生 一人一个 谢谢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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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呢 哇入口Q弹 看着辣丝 清甜清甜的口感绝了 一个没注意我就吃了三个 老板看上去好像不是很开心 于是我赶紧去把大家给老板准备的蛋糕拿了上来 老板分蛋糕的时候 回想起同时之前和我说的给老板的惊喜 于是我 老板睡了 你干嘛 顽皮老板喝不醉 每天都醉 老板喝不醉 我根本来不醉 我前夫家 呃 怎么只有我 你干嘛 你疯了吗你 他们怎么 老板 我根本来不醉 我放一菜啊 完了 八里休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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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